男性在一生当中要经历三个明显的衰老门槛 分别是34岁、60岁和78岁 为什么是这三个时间点呢? 在这三个时间点如何去保养好 这个对于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 如果能够轻松的完成 或者说达到今天讲的四件事情 那么恭喜你 说明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还是属于这种年轻的状态 那么究竟是哪四件事情呢?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关注何医生,健康瓜哥 男性的一生当中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体质也是不同的 年轻人的体质相对较好 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 体质会越来越差 那么有几个年龄阶段 是人衰老的一个分水里 有一项研究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 那么这个研究团队的一个研究的结果 研究的成果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 那么这个研究表明 他们通过超过对4000名以上的年轻人和老年人 把他们的血浆的这种蛋白质组学进行分析 那么分析发现 就是人体的生理衰老而言 人的一生当中 似乎会经历三波明显的衰老门槛 分别是34岁、60岁和78岁 那么在34岁以后我们不仅仅要经历衰老 也会面对更多的一些疾病 那50岁如果是说还可以拼一拼的话 那其实在60岁以后就开始力不从心了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衰老 心态上也有明显的变化 所以60岁以后就全面进入了一个衰老的阶段 那60岁之前是一个量变的一个过程 如果是没有保养好 那么我们60岁以后身体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 会衰老的非常的明显 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危险 身体会产生很多的疾病 所以如果你能够目前能够轻松的做到 或者是达到这四件事情 那么恭喜你 说明你的身体的素质还不错 还处于年轻的状态 首先第一个睡眠质量的好坏 人体的褪黑素会促进人体晚上进入睡眠的状态 那么都说35岁以后 这个人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就会明显的下降 几乎10年降低10%以上 那么这个褪黑素下降以后 人体的功能就会失调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的睡眠质量就会下降 到了50岁60岁 那么睡眠质量如果是还不错的话 那么说明你的一种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衰老的进程会减慢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运动能力的强弱 34岁到60岁运动能力强 则表明心肺功能还不错 那么如果是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的这种类型的人群 平时又还吸烟喝酒的 那么心肺功能会很差 会进入这种衰老更快的一种状态 平时也非常容易疲劳 那么刚刚讲的两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做到是否能达到 如果可以 恭喜你的身体还不错 那么不过呢 接下来讲的两件事情其实更重要 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达到 我们一起看一看 首先就是说我们来量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消化功能是否好坏 34岁以后啊 如果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消化功能的下降 大鱼大肉啊 或者吃多一点点啊 人啊就非常容易变胖 血脂也增高 这种腐围啊腰围啊都会变粗 不像以前二十几岁 怎么吃都吃不胖的这种状态 那么如果是哈 如果是34岁到60岁这个年龄阶段 消化功能相对较好 而且也没有说进入一种非常肥胖的一种状态 那么说明你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说夫妻生活是否和谐 男性啊50岁以后啊50岁左右 如果功能正常的话 那其实身体状况啊还是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主要聊一聊 中老年人啊如何去进行这种保养 也就是说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去保养 让我们延缓衰老 那同时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男性这种精力充沛 保持良好的功能 那么相信啊 大家听到视频的最后 都能学会和医生跟大家介绍的一些方法 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好的我们准备开始 那么在34岁到60岁啊 或者说60岁到78岁啊 这几个分水龄啊 我们一定要去保养好啊 怎么保养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坚持锻炼 生命啊在于运动 锻炼啊是保持我们身体健康 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而且呢还大大的锻炼了我们心肺的功能 心肺可以说是一个人至关重要的一个功能 所以啊平时适当的运动啊 进行这种有氧的运动 比如说啊快快走啊 慢跑啊骑自行车啊 游泳啊跳舞啊打太极拳啊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运动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注意营养的均衡 饮食啊要多样化 各种粗粮啊杂粮啊新鲜的绿叶蔬菜 新鲜的水果啊优质的蛋白啊 这些蛋奶肉啊 其实啊这些如果我们种类都要营养均衡 那么对于我们身体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而且还能预防癌症 当然呢有一些错误的饮食习惯 我们要去改变 比如说啊这种啊经常暴饮暴食 或者说经常吃一些煎炸的烧烤啊 或者说啊喝酒啊 是饮酒特别多啊等等这些不好的习惯 我们要去改变它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多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 那平时呢可以多关注一些靠谱的一些养生的健康的科普视频 或者说一些养生健康方面的资讯 那这样子呢学习更多的方法让我们保持健康 提高我们防癌的各种意识 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定期体检 到了40岁以后啊建议大家每年都要体检 了解自己身体的健康的状况 看它今年跟去年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一些疾病啊 我们啊假如有一些异常 但是这个异常都对我们身体啊没关系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情 那么如果是有一些啊异常呢 我们定期的复常啊 每年定期复常就行了 那我们也要知道 那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指标 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预防 比如血脂高了 我们如何去预防 饮食怎么去吃啊 不要吃太油腻了啊 不要吃太甜的啊 太甜的东西也会对这种血脂升高有影响 那么如果是有一些啊异常的一些指标 那有一些我们能够早期的去识别它 发现它 然后早期的去干溢它 对于我们身体啊 的一种伤害把它降到最低 在早期的时候就把它遏制住 所以这个定期的提见啊 非常的重要 那么接下来呢 啊更重要的内容来了 啊就是说我们男性的一个功能 如何让他保持优越的一种状态 如何让男性精力充沛 那平时有没有什么锻炼的方法 那首先第一个啊戒烟啊是最重要的 那中国性学会联合中国控烟学会啊 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吸烟男性生育健康调查报告 那么这一份报告显示啊 受调查者有32.34%的吸烟男性经验异常 啊比不吸烟的男性的异常率啊要高出一倍以上 而且呢吸烟男性这种夫妇怀孕后啊 这种胎庭这种流产的概率啊 比不吸烟的男性要高出将近八成 那酒精呢对精子的质量危害也很大 啊所以呢我们平时啊一定要去戒烟 一定要戒酒啊 有这些习惯的人尽量早戒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做一个运动 叫提肛运动啊 特别是对于这种久坐啊 不动的这一部分人群经常做体肛运动啊 对于我们男性的功能啊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可以促进这种血液循环保护这种前列线啊 增强这种功能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保持多样化的饮食啊 饮食啊要清淡而且要有营养 比如说粗粮啊跟这些精粮搭配啊 荤菜跟素菜搭配啊 避免这种高盐啊高油啊这些饮食 同时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还新的一些食物 新盐素啊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可以提高这种精子的一个质量 比如说贝壳啊 鱼啊虾啊等等 还有研究表明啊每天吃45克左右的黑巧克力 也是可以改善男性的勃起障碍的啊这一点供大家参考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减去我们腹部的一个脂肪 那腹部的脂肪啊会影响我们雄激素的分泌啊让男性的这种性欲啊会下降 那有研究表明呢肥胖者体重没减轻一公斤 静生活的能力啊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保持规律的夫妻生活 那50岁左右啊如果能保持这种规律的夫妻生活 比如说每周两次的这种夫妻生活的话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种男性功能的保持的 朋友们如果你觉得何医生讲的有道理 也能让你学会如何去判断自己身体是否健康的四个方面 以及如何去保养如何去让男性精力充沛 那欢迎大家给我一个点赞 大家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或者说你有什么其他的经验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你有什么想听的或想了解的一些话题 也可在评论区告诉我 何医生看到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呢 会采取这种视频的方式 跟大家统一的进行讲解 好的关注何医生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